我要統計分析三個問題的答案 第一個問題就是歷年的竊叨案件 幫我畫個折線圖 第二個的話乾脆各區 各區用比例圖可能蠻合適的 畫個圓形圖蠻合 看一下哪一區竊叨案件最多 不過我每次問說 到底台北市你認為 哪一區的竊叨案件應該最多 像大家都有刻板印象說 應該萬華區 感覺萬華區應該是蠻亂的地方 不過事實是不是如此 其實還是需要數字會說話 不過後來發現答案其實不是萬華區 萬華區的治安其實並沒有那麼差 也不是最差 但也不是最好的 但問題哪一區是治安最好的 當然你要有數據才能說話 還有哪一條路接到是治安最差的 其實當然如果你猜的話 應該也不難猜 因為好像比較亂的地方 我發現就是一定要有些 不能這樣講 是汙名化八大行業有沒有 八大行業附近好像都特別亂 所以可以想而知哪邊有八大行業最多 好像似乎有可能竊叨案 但這個是有正相關 當然以後如果說你要租房子的話 那當然盡量租在那個竊叨案件 比較沒那麼多的地方 這個竊叨案可以去疾避兇 也比較不容易遇到問題 OK 那可是問題要怎麼把這個資料給取出來 所以第一個發生日期取出 有沒有 所以取出前三個字 那跟各位講 雖然你看到是103 有沒有 然後062 那實際上它這個資料 這個資料實際上它是一個數字 為什麼 因為它基本上是靠右對齊 我前面講過 靠右對齊理論上應該就是一個數字 OK 那所以啦 當然它不是一個日期 那只是說我要的資料剛好在前三個 那怎麼把前三個抓住 很簡單嘛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插入函數利用哪一個 利用那個laps有沒有 這個前面有講過 laps前三個字 不過laps函數它是一個文字函數 所以你取出來的話 它應該就是一個文字 OK這可能要注意一下 按確定 然後所以取這個資料 有沒有發現 它本來是數字對不對 那因為經過laps的關係 它就會把它轉成文字 數字先轉文字 然後呢再取三個字 所以得到是103 按確定 那你可以把它向下填滿 那年就出來了 那不過啦 如果未來你可能這個欄位需要計算的話 那你一定要記得外面加value OK 不過因為我們這個欄位沒有要計算 所以不做也沒關係 如果你加value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加一個v 這邊加一個v value就出來了 value enter 這樣 然後後面的話呢 再加上一個 有沒有這邊 後面再加上一個 打一個v 那用選的 enter 我點好了 不要用enter 用滑鼠點 因為它這個 有沒有 點兩下 enter好像不OK 然後呢 再後括弧一下 打個勾 那你會發現 加value跟沒加value 最大的差應該馬上可以看出來 有沒有 加了value之後 對齊方式就靠右 沒加的話就靠左 有沒有 所以如果假設 你要 當然這一題 你們可加可不加 結果好像是一樣的 因為沒有要計算 所以我先不要加好了 我把它簡單 我大概說一下 那第二個的話呢 區的部分的話 那應該怎麼取 剛好這個區好像還好 因為剛好就是第四個字 取三個字 所以剛好在中間嘛 所以插入函數的話 用哪一個呢 用md 所以這個md函數 然後 資料在這邊 然後 第幾個字 第四個字 要取三個字 取得的話 就是中正區案確定 向下填滿 這個比較簡單 那其實最難的應該是 這個路接到 OK 到底哪一條路 哪一條街 哪一條道 OK 那其實你會發現 這個規則實在是有點混亂 為什麼 因為 它可能是接 也可能是道 可能是路 也可能是道 所以會有三種可能性 那我們要取這個資料的話 大概有幾種可能性 就是說 我要怎麼知道說 它這個資料 比如說廈門街 它到底位置在哪裡 所以位置在哪裡 其實我們可以 我想到的應該是用fine 有沒有 fine函數 fine它前面這個字 如果有固定的話 那我就找到之後的下一個字開始 第一個問題可以解決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到底它應該幾個字 廈門街 可是廈門街三個字嘛 那可是問題 其他像忠孝東路 忠孝東路有四個字 所以它的長度可能有三個字 也有可能有四個字 好像沒有五個字了吧 凱達格蘭大道 有啦 有六個字了 這很麻煩 所以要怎麼剛好知道說 它前面那個字應該是什麼 然後它應該要有幾個字 這就比較麻煩了 所以當然 我們有幾種做法 就是把那個規則給想出來 那我大概看了一下 它的規則裡面 可能的一種情況就是說 我分析完結果 它前面這個字可能第一個是趨 第二個可能是0 有沒有發現 第三個可能是什麼 還有一個0 有沒有 我發現 它你要取得的那個資料 的位置的前一個字 它有三種可能性 一個可能是趨 一個可能是0 一個可能是0 而且它的順序 還不能顛倒 一定是0最靠近 有沒有 再來是0 再來是0 所以第一種就是 你要先找什麼 有沒有0 OK 然後如果沒有0 那你就要找0 如果沒有0 這樣要找0 實在是有點複雜 那這個函數就很麻煩 但是可想而知 我們慢慢推好了 所以第一個的話先找0 0的話怎麼找 OK 這個另外一個0 所以我就突然一下 把這個0複製一下 反正你自己打也可以 然後呢 我是建議 你如果要練習的話 請你先找到這一列 第七列 這邊有0 找這邊先練習 先確定有0 再確定有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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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應該問題比較好解決 那我們先插入函數 利用那個5函數 所以上個禮拜 有用過那個函數叫5 5的函數 去哪邊 fine什麼 fine0 所以把0這個字貼上 前後雙以後他會自己加 去哪邊找呢 去1 7的這個出尊格裡面找 他找到位子了 有沒有 第11個字按確定 所以我要的那個中層路 理論上就是下一個字 所以加1 OK 加1的話應該就是他要的位子 應該就是第12個字 所以我再把這個公式 放在mid裡面 那就可以取得中層 三個字我就可以取中層 但問題如果你往上填滿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會出現什麼樣的問題呢 就是你會發現其他為什麼這個地方 會出現一個緊字號開頭 後面跟你講value 如果以後你看到緊字號開頭的訊息的話 表示是錯誤訊息 也就是這個公式對他來講是有問題的 那什麼樣的問題呢 他跟你講是value value就是有資料上面的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給他的公式是 請你幫我找0這個字 在哪個位子 結果問題是他真的去找了 結果他說找完之後找不到耶 所以如果找不到的話呢 他這邊不會出現找不到 他會出現緊value的錯誤訊息 OK 這個叫錯誤訊息 那你說老師怎麼辦 如果有錯誤訊息 那我要把它過濾掉 我要把它過濾掉成什麼呢 變成你再去幫我找理這個字 所以下一個步驟是第二階段 如果沒有0找理 公式怎麼做 我後面難度比較高 請你把公式再減下來 等一下 加1先不要加好了 加1加上去有點會比較干擾 我們先不要加1 加1最後再加好了 把這個公式減下來 不包含等號 再插入 然後呢 我會避免那個錯誤訊息發生 要過濾掉的話 接下來你可能要再多學一個函數 叫邏輯裡面的if 下面這個 if L 其實L的話指的就是這個 請字號開頭 這都是L 請字號請Value 請NA 一大二可以請開頭的 那意思是說如果發生錯誤的話 你要做什麼處置 OK 按確定 好 那你跟他講說 如果我這個公式 假如得到的結果是錯誤訊息的話 那你就幫我Value if L 就是做下面的事情 做什麼事呢 就是呢 如果你找不到0 那你就幫我找另外一個字 就是0 所以你把它貼上去之後 把它改一個字 就是找什麼 改成找理這個訊息 應該可以懂這個邏輯吧 OK 按確定 好 那接下來的話 你在向上填滿的話 你會發現 你說老師 錯誤訊息好像少很多耶 只剩下兩個而已 為什麼 你們仔細看一下 這兩個為什麼 跟兩個為什麼會有錯誤 你要再做第三個 就是如果還是錯 那再幫我找區吧 怎麼做 一樣喔 把這個公式 有沒有 再剪下來 再插入一個 if L 然後把它貼上 然後呢 再來底下這邊 貼上的部分不是全貼喔 就是在貼剛剛那一段 fine 瓜糊 里 這個有沒有 然後後瓜糊留下來 複製一下 貼到這邊來 把它改成區就可以了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如果找不到靈 就找裡 如果找不到裡 那就幫我找區 這樣的話 它就一個一層一層的 幫你往下找了 OK 所以這招還蠻管用的 還蠻好用的 以後如果你工作裡面 遇到類似的狀況 你就把它套用一下 這樣蠻好的 確定 好 那你會幫它往上填滿 OK了 往下填滿 我試過好像也都差不多啦 可是 可能會有幾個地方有錯誤啦 錯誤的原因應該是 那個地址本身有問題啦 那當然會有 它不符合 剛剛講的這三個規則 它可能又沒有區 又沒有林 又沒有里 像好像底下有個錯誤是 它就指一個 錯誤的地址啦 所以當然有錯誤 理論上應該都是對的喔 好 好 所以我們理論上 應該已經完成的第一階段 而已 第一個階段 還沒有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還要再更長 所以這個公式實在是非常複雜 那請一位先試一下 待會的話 因為我已經知道說 它開頭的位置在哪裡了 但是 你如果把這個公式 再減下來 OK 然後再配合MID 其實這個地方應該可以配合MID 文字的這個函數叫MID 其實就可以做出要的效果了 MID 然後文字在哪裡 文在這個地址 我把它改成用H2好了 然後貼的話 就貼剛剛的公式 那要取幾個字就是問題了 如果取三個字 不對 這邊它加1 為什麼 因為找到的位置下一個字 如果三個字是下門階 這個應該OK 如果是滿足三個字的應該都OK 但是四個字的就不OK了 所以這個就麻煩了 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 三個字也可以 四個字五個字六個字都可以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所以請各位再想想看好了 所以第一階段 就先到這邊 待會我們再來看第二階段 OK 遠足 OK 太好了